哈哈哈哈 到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翔哥最近发现呢 有一些把这些老照片 然后让它动起来 制作成视频的这么一些项目 经过翔哥的研究呢 发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翔哥今天咯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 把这些老照片 让他们动起来 制作成视频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好的 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首先呢 我们来到这个 LumaLabs AI这个网站 祥哥呢 为了给大家演示 又重新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 我们来到这里之后呢 祥哥这里呢 已经是生成了一个视频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原照片 这个是祥哥已经生成的视频 我们先看一下原照片 好的 现在祥哥呢 已经打开了原始图片 原始照片 原始照片呢 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个就是老照片 然后这个呢 就是祥哥生成的最终结果 好的 现在祥哥呢 再重新给大家演示一遍 是如何操作的 首先呢 我们去百度或者是谷歌 去搜索这个图片 然后就搜索老照片 然后呢 就会找到很多的这些老照片 然后呢 我们就选取其中一张老照片 比如说祥哥选择这张 这张照片呢 很明显是80年代的照片 非常有这种怀旧感觉 然后呢 我们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来 保存 然后呢 我们就来到这个ROMA Labs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点击上传图片 然后呢 找到我们刚才下载的这张图片 然后点击打开上传 好了 现在上传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到了 刚才我们下载的这张80年代的老照片呢 就显示在这里 然后在下面呢 就输入 就是说我们想要它 描述它 就是行动的一些动作 我们来在这里 给它输入 就是smile underload 就是说微笑和点头 然后呢 大家不要忘记了 然后勾选 这个 inhouse pront 就是增强提示这个选项 这样的效果也好一点 好的 当然大家这里来可以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输入一些 其他的一些动作提示词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单击这个 向上的这个按键 开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已经在给我们转换当中 转换呢 就是说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 greatness 然而minutes 现在呢 我们需要等待一下 它生成结果 好的 我们大概等待了 一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这个视频已经是 生成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点击放大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啊 他们这个三个人呢 不但在这里微笑啊 而且呢 还能够很自然流畅地 转动头部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完美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download的下载按钮 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来 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画面不是很清晰的话 想起来还有另外的方法 然后呢 能够把我们的视频增加到成为高清视频 好的 我们如何把视频变成高清单 我们需要用到这么一个AI工具 叫做Video in Hans AI 我们来只需要把视频拖放进来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视频 我们点击加载进来 这个视频 好的 现在这个视频已经加载进来了 然后呢 这个右上角的这些缩放比例 然后那些这些视图 比如说现在是单一视图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并排视图 然后这些呢 是一些模式 比如说这个是风景的模式 然后这是人物 这个也是一些建筑物 这是其他的 这是海景的模式 这些夜景的模式 等等很多 我们这里呢 就选择这个VR 人物 修复这种模式 好了 这些分辨率呢 我们都可以去设置一下 然后呢 想要在这里呢 也是设置到了200% 好了 格式MP4格式 我们默认即可 然后呢 这些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单击 右下角的开始处理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下载一些模块 我们让它自动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完成之后呢 然后正在准备AI模型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修复当中 这里呢 可以看到它的修复的时间 完成 预计完成时间 这里呢 中部呢 可以看到它已处理的 这个图片的增速 然后这上面这个预览空暗 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左右对比 可以明显看到 另外 右边呢 比左边的图像呢 要更加的清晰一些 就是变成高纤了 这里呢 大家甚至还可以设置大一点 可能会更加的清晰度更高一点 想要觉得呢 设置成200%呢 基本上就已经 非常的完美的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处理的 98帧 99帧 100帧 好的 OK 现在呢 已经是处理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效果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原视频呢 只有 2.15兆 而高清修复过的视频呢 有12.3兆 可以明显看到吧 它的清晰度还是高很多 我们首先 先预览一下 原视频 这就是原视频的效果 看起来呢 有一点点模糊 好的 马上呢 我们再看一下 经过修复过的视频 好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了 它的清晰度呢 是要高很多 然后呢 这就是想要给大家介绍的 模糊视频 然后呢 高清修复的 一个不错的方法 好的 至于这个 AI老照片 生成视频呢 都大概就是这么一些步骤 最后呢 翔哥要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去变现 我们呢 去到这个 抖音平台 搜索 老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呢 他正在直播 帮人做老照片 有非常多的人呢 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 在直播间挺多 我是来自小西的 同样呢 也可以跟他们一样 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呢 帮人做老照片 来赚取收入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卖 怎么样去制作 这些照片的一些 课程 一些教程 做知识付费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其他平台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翔哥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电商平台 比如说咸鱼 现在我们马上 去到咸鱼去看一下 好的 现在呢 翔哥用手机 打开了我们的咸鱼 我们在咸鱼里面 同样的搜索 老照片修复 相关的关键词 就会发现很多的 这些老照片修复的服务 比如说 这些都是 多少钱 当然咸鱼上呢 可能比较便宜一点 我们呢 同时也可以利用 这个信息差 在抖音上 比如说或者是 视频号上面 接单 然后呢 让咸鱼上面的人 帮我们去修复 老照片 这样呢 我们可以自己 不用干活 然后呢 在中间 吃一个差价 就可以了 翔哥呢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视频号 视频号里面呢 同样的也是 搜索老照片 AI动起来的 也是有很多的 就是说这些 相关的一些视频 其实视频号里面呢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人比较多 我们呢 更容易 就是说帮他们做这些 亲人的回顾啊 这些让亲人 死去的 尤其是一些死去的亲人 就是说动起来的 这些做一些修复的一些 效果 他们呢 也是更乐意付费 这样呢 我们再结合各个平台的信息差 比如说闲鱼 唱片比较便宜 然后呢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实现 源源不断的这些 躺赚 备动收入 就是说赚过 几千三万 甚至大几十万呢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